受到疫情升温的影响 财政部宣布5月28号前申报所得税暂停零贵服务 而花莲分局则是建议民众可以采用网络或者是手机来报税 既安全又快速 而今年申报所得税的期限也延长到了6月30 也请纳税人不用紧张 受疫情升温影响 财政部将今年众所税的申报期限延长到6月30号 而为了避免人群接触 报税的零贵服务也暂时停止 财政部其实在上礼拜已经宣布 今年度手得税申报期限全面延长到6月30号为止 但是这几天因为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 新北已经进入三级状况 所以我们财政部也在 昨天也宣布 从5月16号开始 全台湾各地区的国税局分局基针所服务处 一律暂停 暂停所得税的这个报税零贵的服务 那这个报列包括零贵来查掉所得 还网络申报还有就是递送证明文件 所以在这个5月28号之前 请民众不要到这个国税局来办理这个所得税申报 但是如果说您还要洽办其他的业务的话 还是个国税局还是可以提供服务的 17号上午仍有民众来到国税局华联分局表示 以加强防疫作业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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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